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0比1 很遗憾 胡仁没能复制前两轮系列赛首战 便抢下主场优势的神迹 在丹佛高原的西部决赛首战当中 他们吃到了一场遗憾的实力 对于胡仁来讲 首场输球并非是世界末日 毕竟绝金本身实力就非常强劲 他们阵容当中 还有此前的连续两届常规赛MVP约基奇坐镇 胡仁这次的客场之旅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找到限制绝金以约基奇发起进攻的策略方法 另一个就是尽可能抢下一场胜利 目前看来 胡仁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些答案 说实话 尽管输球 但是胡仁这场的表现已经足以称得上是很出色了 他们在后半段一度落后了超过20分 但是凭借着主帅哈姆的调整 以及他们的针对性防守 胡仁一度把分差破禁止三分 也就是詹姆斯最后时刻的追身三分没能投进 否则的话 胡仁真的有机会在西绝首战 就上演惊天大翻盘 而到了关键时刻 胡仁似乎也找到了限制绝金进攻的方法 他们使用八村雷顶防约基奇 一旦后者强行进入内线 也会被消耗一波 农眉在身后随时协防 这一招不仅限制约基奇 莫杰没有运动战进球 同时也限制住了绝金的进攻 不过 胡仁想要打出这种攻防俱加的表现 他们需要对阵容有所取舍 特别是末节的关键时刻 胡仁阵中拿着3137万美元年薪的后卫拉塞尔 就彻底遭到了弃用 他整个末节没有获得任何出场时间 最终拉塞尔的出场时间也只是定格在了26分钟 从出场时间来看 拉塞尔是胡仁首发阵容当中 唯一一个出场时间不足30分钟的球员 与此同时 他的出场时间也不如身高尺寸 更足的巴村磊 28分钟很明显能感受到 这轮系列赛 胡仁的关键5名球员 应该就是詹姆斯 农梅 李福斯 施罗德 巴村磊 拉塞尔末节遭到弃用 这和他的表现以及球场效率有关 进攻端 拉塞尔投篮11中4 其中3分3中0 个人只拿到了可怜的8分3助攻 他还出现了一次失误 在场正负值为25 两队最低 换句话说 当拉塞尔下场的时候 胡仁反而赢了19分 这个数字非常夸张 胡仁其实上来的策略很明确 就是冲内线 造杀伤 尽可能去消耗约击棋 最好能造成他犯规 结果 拉塞尔不仅冲击内线效果奇差 基本靠挡拆速度进不去 没有任何罚球 更关键的是 当詹姆斯等人突破吸引了包夹之后 拉塞尔连空位3分都投不进了 这就造成一种 他在进攻端 没办法在战术层面 为球队提供帮助的感觉 几次零星的单打 也完全无法给绝筋造成压力 反过来 在防守端 拉塞尔及掩护能力差的问题 在穆雷和约基奇的挡拆面前 被完全暴露了出来 穆雷前半段手感滚烫 以至于后面胡仁上了强度之后 他依旧能够投进各种高难度进球 最后穆雷的手感 也是在施罗德和范德比尔特防守 以及胡仁面对挡拆就换防的情况下 才有所下降 此外 拉塞尔不禁防不住穆雷 他连布鲁斯布朗都防不住 有一个回合印象很深刻 布朗持球推反击 他看到拉塞尔直接加速一步 就完全过掉了人 完成爆扣 防不住穆雷 连布朗也防不住 进攻端还投不进 这样的球员 说实话 出场时间被降低 是很正常的事情 此外 这已经不是拉塞尔第一次 在关键战役的关键时刻 被彻底弃用了 此前附加赛 面对森林郎的时候 哈姆就在落后的情况下 莫杰果断气用拉塞尔 最终胡人顺利翻盘 以西部第七的姿态 杀进了季后赛 这一次 胡人又在气用拉塞尔的情况下 打出了反击 这么看来 拉塞尔不单单是在 胡人阵中的战术层面 无法彻底进入核心五人组 他的下一份合同 也会因为他的表现 产生巨大的影响 拉塞尔应该感谢他所处的环境 如果胡人首轮就出局 那拉塞尔的身价会疯狂下跌 胡人一次次往更高的舞台前进 变相的一次次给拉塞尔机会 很可惜的是 拉塞尔高光 时刻总是只有那么一两场 而他拉跨或者平庸的场次 总是有一大堆 在他和李福斯当中 拉塞尔下一份合同的薪水 甚至已经被认为 不该超过李福斯了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 其他球队的消息 勇士赛季结束之后 普尔在接受采访时 被问到了和格林之间的关系 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给不了你答案 真的 我们只是在场上共享球场 我们之间只是队友 我们就是试图去共同赢得胜利 我在赛季初就曾说过 我们来了 我们会一起打球 一起争夺总冠军 这只是生意 过去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一直都是如此 这只是生意 只是篮球 很显然 从普尔的言论中 我们感受不到他和格林之间 有任何超出队友的感情 或者说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和格林一起打球 他也有些无奈 相同的问题 我觉得都不需要问库里和格林之间的关系 随便问联盟其他球队当中的两名核心 他们给出的答案 绝对都会和普尔不同 不管他们是真心把互相之间的关系看作的兄弟情 还是处于客套 在媒体面前 当普尔这么说的时候 他和格林之间的关系 其实大家也都有数了 如果说勇士只是一支非常平庸的球队 他们开支也不大 那他们可以站在球队和谐 以及未来的角度 把格林处理掉 运作非常简单 恰恰勇士是一支奢侈税 已经达到了历史级别的球队 总冠军是他们唯一的目标 可以想象的是 当你阵中的核心球员之间关系 没有铁道如兄弟一般 他们想夺冠 太难了 很显然 普尔成了勇士管理层的一个很头疼的点 当格林在训练营里给了普尔一拳之后 为了安抚普尔 勇士无奈提前给他开出了一份 四年1.4亿美元的顶薪合同 要知道 即便勇士让普尔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他在现有规则内 最多也只能得到其他球队 四年1.4亿美元合同的报价 而勇士则是可以用鸟拳匹配任何合同 强行把普尔留下 但是提前给普尔顶薪 勇士承担了风险 原本勇士想的是安抚好普尔的心态 结果 这反而让普尔在态度方面更加消极 整个常规赛 普尔虽然交出了20.4分的场均得分 但他更多是靠大量的球权堆积出来的数据 他的投篮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都来到了新秀赛季以来的新低 常规赛克尔还给普尔大量的时间 到了季后赛 当普尔的表现出现断崖式下滑之后 他的出场时间也随之减少 10.3分2.2篮板3.5助攻 这是普尔季后赛的场均数据 他的投篮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分别为34.1%和25.4% 考虑到普尔糟糕的防守 加上他低效的进攻 普尔的表现只能用失望来形容 在西部半决赛第五场 库里被记者问到了该如何平衡争冠和未来时 库里指了执普尔的更衣柜 说关键点在于他 很显然库里也知道勇士如今的关键所在 在普尔身上 勇士的首发五人组 在本赛季的竞效率是排在联盟第一的 但是勇士如果想要争夺冠军 或是保证未来的竞争力 普尔都是关键 在库里放话之后 很遗憾的是 普尔在第六场的表现依旧不够强硬 他以十中三 三分三中零的效率 只拿到七分 结束了这个赛季 普尔和格林 他们从性格 矛盾 合同各方面加起来 成了勇士最头疼的问题 普尔明显是那种性格比较随和 爱玩爱闹的球员 而格林则是非常严格 除了库里和克莱之外 其他人一旦出现问题 格林会直言不讳地指出 他们的问题 两人在性格方面就存在着分歧 加上两人之间的矛盾 格林和普尔之间的关系 想要修复到冲突之前的状态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勇士也需要做出抉择了 一直这么耗着 只能是老板和库里承担着压力